啦 今天一大早 我们就来主动出外景 请问今天是有什么 奇怪特别的企划吗 什么奇怪的企划 每一个企划都是我 它就是有相關的好嗎 我知道你是新竹人 也是客家人 但我覺得你最近 我常聽到你要來新竹喔 那你先說 你跟竹東有什麼關係 不是 我跟你說 其實我呢 你不要這樣大白天的 這裡是公園 人來人往 你真的不要拖 你不要緊張 我知道會傷害 真的不要拖 我不會傷害觀眾眼 你真的不要拖 其實 有沒有 有沒有 你讀過竹東高中一年 那剩下兩年 你應該是提早被退學 然後要不然就是 逗歐 不是 不要亂講 打老師 不是 不要亂講 我是高三的時候轉學過來 然後呢 那時候因為青澀的年代 你看十七八歲 然後追著學妹跑 涟漪抽藥師 好不快樂喔 蛤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來竹東找 不是 就是六家店 每一家店都是以前 追著學妹喔 不要亂講 剛好都開店有沒有 不是 那是因為我今天想說 我在竹東讀過一年的書嘛 那我想說 是不是來找一些 竹東的在地美味 而且我又是客家人 跟當地有緣啊 然後你知道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很帥啊 穿那種喇叭褲 整個身材很櫻挺你知道嗎 超棒的 真的不要再念這個老兵 你的制服到現在都還穿得下 你以前的身材就這麼可觀 而且你以前就這樣 你真的是 你小時候就這麼臭老 你這個老兵真的不要再念了 什麼老兵 你可以叫學長嗎 叫一聲學長 好啊 校長 什麼校長 校長 學長叫一下嘛 校長 山崗 學長啊 老兵不死只有凋零 好機會逼人叫學長 這是職場霸零喔 為了讓世界美好 只有美食能夠化解一切 跟著我們一起吃吃吃吧 五十年前發跡的阿公級老店 只有在地人知道的平價美食 抱歉阿家Q彈龍鳳腿 爽脆肉骨丸 通通只要同板價喔 新竹五大牛肉麵之一 水餃加量不加價 進店前請先餓個三天三夜 讓你吃不完還要打包回家 竹東打卡新景點 灰色水泥牆外露紅磚瓦 木質窗台帶點廢墟美學 全點搭配擂茶體驗濃濃客家風味 填補你人生空虛的餡餅 豬肉高麗菜韭菜 滿滿內餡一口咬下 讓你看見未來希望 記得要加蛋喔 吃冷吃了隨你選 古早味米苔木也能千變萬化 竹東名氣老店新創意 把娘阿姨讓人跌破眼鏡 傳承三代客家老店 手工金黃魚酥 鮮甜香醇跟湯 Q彈紅燥肉圓 你絕對絕對不能錯過 快點跟著 和李懿小姐姐一起奔向竹東 來場尋味小旅行 你今天一整天都要穿高中制服 不行嗎 這我的高中制服很OK啊 不是 我真的覺得有點不太適合 因為你長得真的很不像高中生 還好吧 我鬍子乖乖 阿伯 我鬍子乖乖不就像高中生 什麼阿伯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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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硬要穿 我就硬要穿 怎樣 怎樣 穿著高中制服 覺得自己個人就年輕有沒有 你很煩耶 剛剛走在路上 超多人用異樣眼光看我們 你不要這樣 你把它換掉 我跟你講沒關係 就讓我過個肝癮嘛 很小氣什麼 你真的很乏啊 那不然你快講 你以前在這裡做學生的時候 都吃什麼早餐 沒有 講到這個 我就要好好來詳細說明一下 高中的時候因為沒什麼錢 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呢 那刀口上就是說 我們要找到經濟實惠 吃飽吃起來 又吃 又有免費的 這種店 好吃又要吃飽又免費 這種店不存在 我跟你講 竹東 在我們高中時期 那時候有一家店 它就是賣那種綜合壽司 裡面有 壽司捲 還有 豆皮壽司 然後再來它的關東煮超好吃 免費 免費是什麼呢 關東煮湯可以喝到飽 這對學生來講是不是最棒 那真的是學生最愛耶 是不是 學生 高中生有沒有 尤其像我這種高中生 老闆 高中生 人生在世短短數十年 你這層皮囊 真的要好好保養啊 阿伯 叫自己高中生 你要不要這麼靠北邊走呢 說是校車老司機 還有點可信度 剛剛你說流口水的黑輪壽司 是從五十年前就有的老店 賣的東西雖然簡單 但屹立不搖五十年 擄獲了在地鄉親 與竹科新貴的心喔 高中生嘛 對不對 大好玩耶 是不是 而且我跟你說 以前我學生時候就有吃過了 它已經賣了快六十年了 它以前就在那銀行底下 對 你真的有念過竹東高中嗎 當然啦 好可惜被退學 沒有啊 沒有被退學 那它這個 這個關東煮啊 每一個都超級大耶 每一個都超級大 而且它是同板家 對 同板家 就一個一個賺錢嘛 然後湯 而且免費喝到飽 再來這個壽司 綜合壽司也是 先吃它的這個 捲壽 壽司捲 壽司捲 這壽司捲小小 可是裡面料很多耶 它有三四種 四種料 來吃 對不對 這麼簡單的美味 它的醋飯好棒 它壽司捲呢 看起來小小的 你看非常好入口 可是你不要以為這小小的味道 可能會比較淡 沒有 我覺得它味道挺滿濃的 我先吃到的是那個醋飯的味道 因為醋飯的面積比較搭嘛 然後開始肉鬆的那個 鹹甜味開始出來 然後慢慢你就會咀嚼到這個 醃黃瓜 然後就吃到醃黃瓜 然後增添那個很清脆的口感 好感 那個豆皮的甜味好棒 那豆皮很單純的包著那個醋飯有沒有 對於這個啊 我更喜歡就是這樣子 豆皮醬汁 簡單 對 因為它就是包著醋飯 然後上面撒點黑芝麻 你可以吃到那個清脆 就是黑芝麻的口感 再來就是醋飯 滿滿的醋飯 然後再和著最外面那個豆皮 那個豆皮甜甜的好好吃喔 它的醋飯真的好開胃喔 吃完不夠清爽再加點薑片 我覺得也很棒 很喜歡吃薑片喔 很喜歡 我覺得 這種當早餐 而且那時候 我們以前高中二十幾年前 它的價錢更便宜 當然啊 對啊 實在進步 它不可能維持同樣的價錢 但它現在還是銅板價 我覺得真的 是 好棒喔 清爽醋飯配上豆皮 小小海苔捲 包著肉鬆蛋皮 醃蘿蔔豆棗 只要七個銅板 就能吃飽飽 真羨慕新竹人 有這樣的美味小確幸 接下來本店的重頭戲 馬上要登場了 這裡的關東煮 似乎有一種魔力 在熱鍋裡呼喚著你 只要手腳慢一步 馬上就會被夾光光喔 吃完壽司 然後就馬上來喝關東煮湯 對 喝關東煮湯 但我們最喜歡它的料 對啊 像你看它這裡面有阿芽 不是它 我覺得它關東煮的料 都有點太大個了 你自己看這個阿芽 這阿芽合理嗎 然後中間還有粉絲有沒有 都可以看到它串出頭來 真的 而且哪有人賣這麼大的阿芽 你看它的龍鳳腿就是也不小 對 也不小 都是滿滿的 它的這個什麼 你剛剛說這是什麼丸 骨肉丸 骨肉丸 它這個以丸類來說 它也是大的丸 超大 超大 它裡面包骨頭耶 它就是骨肉丸 真的是骨頭 好酷喔 它阿芽的寬度 是兩根指頭的寬度 包子 它剛剛阿芽的寬度喔 是兩根指頭的寬度 然後它咬開 你看它裡面的粉絲 它大爆炸 它好像是有點粉絲跟肉是 各半的 咬開之後 會有一種很韓的感覺 因為我剛剛比它吃粉絲這邊 然後有吃到一點點肉 它的肉也是那種打得很 很Q 沒有 我剛剛吃它的龍鳳腿 它龍鳳腿裡面 就有滿滿的魚漿香氣 我覺得它沾它這個特製的醬超棒 因為它醬是有點辣甜辣甜 它吃起來之後 就是因為你觀眾主煮 在裡面煮久了嘛 除了食材本身 會有比較清淡的味道 但你再加上它自己自製的 觀眾主醬超好吃 真的是一塊不太大耶 好強烤耶 它裡面真的就是 骨頭耶 嗯 這個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它外面包的就是魚漿 應該是 有一點點肉味道的魚漿 肉漿跟魚漿打的 對 而且它還可以吸引那個骨頭 對 它骨頭 骨頭肉上面 都還帶著那種煮湯的感覺 沒有 它那個外面應該就是魚漿打 對 然後裡面就是用那個菇拉把 所以它其實因為吃到裡面 那個魚漿跟肉的味道 肉的味道會比較 會更濃郁一點點 對 而且我覺得觀眾主就這樣 味道來自於湯 湯的味道也來自於食材 真的太棒了 這一家 因為這家我覺得 我真的真心滿推的啦 因為你看我離開 畢業二十幾年了 我到現在還會記得這一家 真的耶 真的 這家真的很不錯